現在我們今天來看的這個地方是三條輪的海水浴場 那麼三條輪海水浴場 其實呢 它是原來全台灣西部海岸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的聖地 那同時也是一個自然風貌跟生態的一個聖地 這邊有大片的這個防風林 那麼都保持非常自然原始的一個風貌 所以它裡面的所孕育的生態的這個資源也非常的豐沛 那這幾年來因為這個環境的變遷了 所以說遊客已經不再到這個地方來了 我們覺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今天到這個地方來勘察 也徵詢了我們四湖鄉 四湖鄉長的這個意見 那麼這個副議長也給我們很多的指教 我想我們三條輪海水浴場要怎麼樣能夠讓它活化 是我們縣政府必須要積極去面對處理的一個課題 那原則上第一點就是說我們希望目前呢 這個海水浴場是由鄉公所來管理 我們拜託鄉公所能夠妥善的來維護 避免現有的自然的資源生態的資源被破壞掉了 新隔保護起來就對了 這個抗議非常重要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呢 當然這個地方要活化 非常重要的一個前提的條件 就是要解編 那麼目前呢 林館處是同意我們特定範圍的一個解編 我想這樣子是不夠的啊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全面的解編 那全面的解編 當然林務局這邊他們會有一些考量 是不是在解編之後呢 我們過度的開發會破壞了這個地方 原有的防風林的這個林茂啦 資源會被破壞 那這一點呢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書面的方式 附帶條件的方式 我們可以提出非常負責任的一個承諾 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們雲林縣特有的資源 我們一定會愛惜它 怎麼樣能夠落實在這個書面的條件上 我想這個雲林縣政府跟鄉公所都很願意 讓林館處他們有這麼一個信心 那麼這個解編的工作完成了這個地方 才具備這個活化基本的條件 所以說到底要怎麼樣子的活化 我們主管的文化處有提出一個先行的這個工作 也就是說我們對於現有當地資源呢 必須要做全面性的一個調查 那麼除了一個資源的調查之外 也同時要做初步的一個規劃 將來如何來進行開發的工作 大家不要聽到說開發就怕就對了 開發不是 但是它強度有這個不同 我們會用最低的 也就是說最不會去破壞現有環境這種方式 能夠予以活化 那當然這個牽涉到很多這個專業的這個領域 所以我們也願意 那麼跟這個封管處大家來合作 共同我們來委託民間的專業機構 來對於我們三條輪海水立場 來進行資源的整體的調查 以及未來活化一個初步的規劃 這是今天我們到此題會堪 得到初步的結論